另外少数族裔媒体服务机构EMS周五举行网络会议 探讨增加对美国亚裔美国人健康研究的关注的重要性 美国人是美国增长最快的族群 然而亚洲健康研究仍然资金不足和报道不足 缺乏适当的研究和对特定于亚洲和太平洋美国人的健康需求的关注 导致了常用处方药在这些群体中造成不良影响的情况 如果我们看在医疗中央医院的医癌配合 蔡好者的韩庭类似于中国人 重要的是不仅亚裔和太平洋裔美国人参与医学研究 而且对这个多元化群体的数据进行分类 以更好地反映每个群体的需求 为了帮助消除这种接触和护理方面的差异 强烈建议亚洲人参与志愿医学研究 没有大量的研究样本 就无法进行准确的医学研究 KAR注册表是个人注册 以获取他们可以自愿参与的研究机会的一种方式 该注册表可以在KAR的官方网站访问 并提供英语、普通话、韩语、越南语的资源 印第语和萨摩亚语 凤凰卫视白亦臣洛杉矶报道